第29題乘上題電路中的ABC皆為安培計 測到的電流分別為IAIBIC 則其關係為何 我們的IA就是A燈泡電流 IB就是B燈泡電流 IC就是C燈泡電流 BC燈泡並連之後再去跟A燈泡串連 所以A燈泡電流就是所謂的總電流 BC燈泡電流就是所謂的分電流 那麼我們曉得並連的時候 總電流跟分電流的關係是 總電流等於分電流的核 所以我們的IA就會等於IB加上IC 那麼BC燈泡電流 BC兩個是並連 所以他們的電壓一樣 那BC同規格 所以他們的電阻一樣 電壓一樣 電阻一樣 所以電流就會一樣 所以IB就會等於IC 那麼因為IA等於IB加IC 所以IA就會大於IB 也會大於IC 然後IB就會等於IC 因此第29題問我們說 測到的電流分別為IA、IB、IC 則其關係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C IA大於IB等於IC 在去 協助 問題是 劇